大家好,歡迎收看影片的視頻 今天我有一個有趣的想法 假如我們將2-2-3賽季各項總數前10名球員分成8隊球 哪隊球會奪冠呢? 我簡單的舉個例子 畫面上這隊是Blockshot隊 他們就是這個賽季的Blockshot總數前10名球員 有Joel Embi 安東尼·戴維斯 German Jackson 莫布莉 盧比士 陳奕迅 Claxton Walker Caster 外野球江湖 還有米曹羅賓信 當然Blockshot隊就內心球員比較多 然後是兩分隊 Joel Embi 志姆哥 鼻仔水 Luca SGA Dierron Vox 薩布莉斯 讚哥 Bernard Bayo 以及施亞金 然後是總分隊 Luca Joel Embi 志姆哥 Jason Tatum SGA Donovan Mitchell Trey Young Jullius Randall Laviv 以及Anthony Elver 然後是助攻隊 鼻仔水 Luca 燈哥 Trey Young 薩布莉斯 Harley Burton 加蘭 基斯堡羅 Dim 雲迪 以及Westbroke 然後是偷球隊 SGA JB Anthony Elver The John Tamer Vanvree Ojian Ruby Gary Changuni 連續是三個速龍球員 看來他們很偷的 Dianthony Melton KCP 以及Heise By the way 你看到好像士氣不太行 因為剛剛做交易 而且默契差一點 然後這個是佛球隊 Luca 志姆哥 Joel Embi 是說總數 不是說他準 Jayson Tatum 大米 HGA JB Trey Young Judice Randall 還有賺哥 之後是藍版隊 鼻仔水 梅治姆哥 薩波尼斯 Judice Randall Gobin 胡仙惟 蘭斯 卡比拉 祖巴治 Nuni 肯定是全部都內線球員 最後就是三分隊 居里 大米 Jason Tatum Donovan Mitchell Judice Randall K Thompson Anthony Elver Jordan Poo Buddy Hill 還有 Malik Bisley 就是這八項的數據 其實還有一些失誤和犯規 但是實力就一般,我就不加入了 這八隊球全部都是西部的球隊,夠公平了 戰績靠自己爭取 大家覺得哪一項數據 位置分配會比較平均呢,我們慢慢看 Bloach Shot隊肯定是不可能分配得平均 大多都是內線球員 兩分隊有的,OK的 其實真的各個位置的球員都有人可以打 總分隊的話,當然各個位置都有分佈 助攻隊的話,大多數都是Point 但是也有薩博尼斯和肥仔水式傳球 接著偷球隊的話,坦白說實力就差一點 然後這個佛球隊都OK By the way 剛剛說到助攻隊,為什麼我不用Assist這個詞 要用Pass這個詞呢 你問問2K,因為Assist這個詞 前三個字沒有,你們就明白了 他就覺得有問題 佛球隊這個陣容都OK,各個位置都有球員 接著藍版隊的話,肯定是內線球員多一點 然後三分隊的話,坦白說都OK Julius Randall可以客傳一個中鋒的位置 所以大家都是打10人輪換 應該就是位置均衡的球隊容易奪貫一些 應該都可以殺到一個怪後賽吧 好了,賽結束了 這個是藍版隊的字母角 2.9分,7.8分,9.7分,他是MVP 還有一身是Jayton Ivey 最佳第六人 哎呀,這個是總分隊的Luka 證明總分隊的陣容真的夠豪華 DPOI給了Jason Tatum 1.5個偷球,1.9個Blockshot 他是3分隊的球員 我們直接看這個戰績,夠直接 第一名75勝7副,是佛球隊的 沒問題,這個手法各個位置有人打的 Luka在堤保值,完全沒問題 第二名是兩分隊 同樣各個位置都頗均衡 C.A.G.暫時是手法 其實他上場時間不是太多 這些東西教練會改 第三名是總分隊 沒問題,陣容分配非常均衡 第四名是全球隊 其實只有兩個球員 兩個內線球員 薩布尼斯和弗仔水 Tray Under這個小前鋒的位置 長均19.2分 當然每場球都會有變化 當然第五名是藍版隊 OK 64勝 Lunico 什麼打個point card 他控什麼球 8.1分 6.1個板 但是沒問題 全部都是大隻佬 全部都是內線球員 Blockshot隊都是64勝 陳奕馨打point card 你不要說 他都有一手3分球能力 Jerran Jackson 3分隊是第七名 嗯 我猜 Julis Randall 可能被其他球隊針對 因為其他球隊的內線都很猛 偷球隊就沒辦法 實力方面是差一點 跟其他七隊球比是差一點 所以有沒有球隊是入到 全部都入到 第一回合我看看有沒有比較接近的比賽 慢慢來 首先Blockshot隊被淘汰 始終都是內線球員多了一點 很正常 分配得不夠均衡 跟著的話 4比1的比分 2分隊是淘汰 偷球隊都很正常 這邊兩場都是3比2 我覺得有game7 有沒有 有的 拔球隊和3分隊要打game7 助攻都是淘汰了藍版隊 所以這一場幫我們sim case 最後6分16秒 今週勇士這個Logo就是3分隊 佛球隊就是OKC這個Logo 3分隊的Jason Tatum25分 Luka是24分 佛球隊... 因為有些球員是重疊的 對不起 3分隊的居里25分 3分隊的Jason Tatum是20分 佛球隊的Jason Tatum25分 佛球隊的Luka24分 分清楚 進入現場 3分隊這邊的第一次勝出 果然是3分隊 感覺到有些空位 大米有3分命中 Luka這邊 NonoPatch直接送給Jason Tatum 反擊 帶著Joel & Beat 抓到M1 拉大這個領先優勢 大米這邊給了Jason Tatum 帶著Jason Tatum 抓到Jason Tatum 第5次犯規 接著Jason Tatum 傳給Joel & Beat 4分的分測 大米單打大米 大米的進攻能力很強 大米的防守能力確實一般 Luka的3分命中 差距是3分 大米這個3分不入 字母哥有板 再上 1分的分差 Jason Tatum這邊選擇自己的座樽 反超給分 Joel & Beat 給Luka對著 Donovan Mitchell 有優勢 中距離命中 接著大米這邊 自己的Pickup 給到Jules Randall 抓到Joel & Beat的犯規 加密後框彈出來 最後1分50幾秒 慢慢看 大米對著大米幫 阿妞 給到了字母哥 講到陣容的全面性 絕對是佛波隊厲害 所以要打到Games7 其實有一點點意外 Dorovan Mitchell 打Block了 MVBlock了 Jules Randall 分出去 居里亞在場下 Dorovan Mitchell 再射 3分 拿出來 勇士的3位球員 都是在場下 Jason Tatum 對著Barty Hill 絕對有優勢 Barty Hill這邊 怎麼記錄呢 都記錄到 但是還有板 分出去 大米的3分 不入的 還是Jason Tatum 還有板 化身藍板巨獸 大米再射 這次入了 不單止是反超給分 拉開到6分的領先優勢 對著Luka 突破分球 Wild Pen Jason Tatum 3分 好 時間到結束 繼續給Jason Tatum 確實對著Barty Hill 是打過的 走左路 硬上 錯到爆 輕溫 Barty Hill的第五次犯規 都頂得很辛苦 Jason Tatum 加分不入字母 還有板 Jason Tatum 這個球沒有兩位 不單止沒有入球 接著 還沒有兩位 分身術 Dorrivan Mitchell 3分 命中 然後 探貓出來 給到大米 兩個人撲出去 內線都空了 又是做越位戰術 2K真的很懂足球 經常做越位戰術 多數都是失敗 Dorrivan Mitchell 自己射 沒有了 不用犯規了 最後的比分是134比142 坦白說 打到G7的話 三分隊都算頑強 陣容的配置方面 當然是拔波隊更加全面 接著第二回合 坦白說 我更加想看這個配合 我想看藍版隊的球員 特別是後衛球員 Rudy Gobert跟薩波尼斯 可以交出什麼表現 所以這個系列賽 我們從G1開始SIM CASE 去找任何入場的機會 第一場球 藍版隊最後贏了差不多20分 最後是贏了多少分 18分 你真的猜不到 藍版隊這邊 這個是藍版隊 沒錯 這個是藍版隊 V仔水26分 胡思維22分 字母哥20加10 繼續SIM CASE 第二場球最後6分38秒 客場的藍版隊還領先 字母哥拿了35分 這個是藍版隊的數據 Randal19分 胡思維14分 V仔水12分 不過字母哥是FALL OUT 進入現場 第一次進攻 交給V仔水 這邊是大蝦勢 轉入輕鬆 坐進去 Double Team 分賽 薩波尼斯 WALP5入 不要緊 還有胡思維 有很多歐洲內線球員 這裡也有個歐洲球員 LUKA 的拋頭命中 LURIGO BEAR 我也是歐洲球員 我的手勢應該都不錯 結果弄了一個FADER WAY 你真的沒有這一範 好 給到SGA SGA的轉換進攻 是捉到FALL 回過頭 他又不強 打回SGA 轉頭 藍底上入 捉到SGA 第六次犯規 SGA FALL OUT 只有15分 LUKA 這邊後撤一步 3分 命中 這次進攻 藍版隊沒有時間 給到橫屎 都射得3分 然後大米這邊 爆進去 自己不想給到字母哥 好在拋頭命中 LUKA 這邊也不想給到Joelle 差點以為FADER WAY 然後LUKA 的拋頭命中 始終LUKA 的海拔高度 放在這裡 然後是字母哥接阿里奧 佐津 FADER WAY FADER WAY 的拋頭命中 然後是Jason Datum 的歌人 突破 做到Julis Randall 的第五次犯規 FADER WAY 這邊推一下 然後右手的勾手是不合 最後一分鐘多一點的時間 給到Jason Datum 這個時候看到Trey Young 其實在場上 他對著薩波尼斯 當然薩波尼斯未必打過大前鋒 可能是後衛球員 LUKA 過了這個 跑投命中 非常柔和的手感 LUKA 的高度 就放在這裡 知道了 需要更新 我知道了 最討厭的是 看到這個需要更新 這個傳播速度很慢 但是薩波尼斯未必打開 做LNB 還是可以放進 好了 Jason Datum 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Trey Young 走到一邊 做LNB 設定 Randal 這個球的感覺是沒有撲出來 好了 時間到結束 給到Luligobel Point Guard Luligobel 都是要找薩波尼斯未必打過 一看就知道了 主攻點就是薩波尼斯未必打 單打做LNB 推一下 然後中距離 還有 主要得分點就是薩波尼斯未必打過 其實薩波尼斯未必打過更好 好了 這邊要下手 犯規的戰術 Trey Young是兩發全中的 所以時間到結束之後 木狼這邊 都是要找薩波尼斯未必打 繼續單打做LNB 有身體接觸的情況下 都沒有什麼難度 輕鬆上入 薩波尼斯未必打過 薩波尼斯未必打過 連續得分 不過沒有射三分 好了 繼續反攻的戰術 Luca上線 第一發入了 但是二發不入 需要三分 這個時候 找誰薩波尼斯未必打過 Luligobel 帶著帶著找了Julis Randall 嘩 他其實都是三分隊的球員 但是這樣射太勉強了 最後給分 131-136 是佛波隊贏了第二場 好 上面這個系列賽 有入場 我們看看下面這個系列賽 總分隊 對著兩分隊 其實大家的位置分配都是均衡 其實兩分隊都不差 雖然說斯亞金 手法大前鋒 但是其他位置 你看到總評是絕對不低過總分隊 總分隊二比人領先 第三場波繼續是總分隊在主場 就是胡人Loco這一邊 第三場波的話 我們可能有入場的機會 沒有錯了 最後的領先4分 都入場了 最後的4分35秒 就這樣看的話 就這樣看數據 很難分得清是哪隊波的數據 我們直接入場 好了來到現場 兩隊波是眾星混雜的 但是剛入場這段時間 不然真的很搞笑 DM中距離不入 志武哥這邊更加是走步 DM wide open的機會再炒 然後Luca post up DM有寶婆問老傳可作業 再想還是不入 肥仔會傳出去 志武哥說我試試三分 反正都這麼混亂 結果都是不入 轉換的進攻 比到Jason Tayton Wildman 繼續不入 有幾次進攻嘗試 志武哥這邊的勾手 中距離命中 DM的DEPORT 還有HGA的犯規 M1 然後HGA是單打HGA 有寶婆的情況 這個上籃也不入 志武哥這邊單打志武哥 志武哥的防守確實很強 但是志武哥的內線將攻確實很強 所以志武哥對著志武哥 都可以得分 然後志武哥這邊 傳給外線的肥仔水 歐洲MVP連線 然後又是歐洲MVP連線 志武哥給到肥仔水 最後一分鐘多這個時間 總分隊領先1分 Jason Chatham 不要單打志武哥 就真的難了 真的難了 分出來給志武哥 志武哥就先對著 借PAC之後 志武哥怎樣呢 外線做MVP入手 但是他沒有給 然後志武哥 拿下這個籃板 對著DM 完全可以爆他 但是志武哥就選擇傳球 傳給另一位歐洲球員 LUKA這邊借歐洲球員的演戶 哎這個step back 3分命中 好了 Timeout出來了 傳來傳去 最後交給Jason Chatham 借PAC之後 3分不入的後框彈出來 現在輸給到志武哥 志武哥又是歐洲MVP連線 連了幾次 這樣又撿球 這個球真的很關鍵 又一個Timeout出來了 要不要射個3分 這樣 真是主攻Jason Chatham 但是Jason Chatham 面對志武哥的防守 我撿又撿不到 這個球真的射得很勉強 再下手也沒有用 最後給分 130比125 第二場 波是2分隊贏了 好了 兩邊都入場 接下來我會無意到拿到賽點的時候 剛才看到佛波隊這邊應該是比較乾淨利落 沒錯 始終位置上是有差距 好了 這邊總分隊是3比2領先2分隊 我們可以繼續sim case 嘩 第一節總分隊贏了21分 第二節繼續贏 第三節繼續贏 第四節贏不贏都沒有所謂 最後就是贏了38分 所以這場總分隊這邊志武哥是39分 四個版 11個助攻 最後這個 我當它是final 不用看東部這邊 最後這個final其實是很正常 因為大家基本上沒有什麼缺陷 對比一下這個手法 Point Guard是Luca對大米 Shooting Guard是Mitchell對H 是小前鋒、大前鋒、中鋒 是一模一樣的 總分隊和這個總佛波特分隊 其實真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從G1開始sim case 差別真的不大 坦白說應該差距不是太明顯 但是最後2分30要入場 是總分隊領先1分 好了 來到現場 最後2分半鐘 Dorovan Mitchell 在那邊急停 如果這個3分 會撐出來 最後2分 自己推上前場 給到Jason Tatum 對著Jason Tatum Jason Tatum 這個球非常勉強的出手 剛剛也看到 兩隊都有Jason Tatum 都有Luca 都有做L&B 其實都在場上 SUA也是 等於 這兩隊的不同就是 Dorovan Mitchell和JB 暫時在場上就是這樣 其他4個是一模一樣的 位置可能不一樣 但是人就一樣 HUA 嘩 我以為他出手 Jason Tatum 對著Jason Tatum Jason Tatum 對著Jason Tatum 射一個Pick 中距離 你不要踏前一步 承著人射 嘩 都蠻硬的 第高的腳 不要理會這麼多 不要理會JB的干擾 這樣也挫了進去 好Luca 看要怎樣處理 JB設一個Pick Luca Step Back 全球出來 兇殺 入 Pick and Pop的戰術 好了 Dorovan Mitchell 真的交給他自己來 這個球 Dorovan Mitchell 兩分傳中 又是這個戰術 今次不是JB Luca拉開自己爆 SVA這個身材 對比起來 Luca一定是優勢 看這個慢鏡 沒有保防的情況下 真的很難記錄 還有40秒多一點的時間 Dorovan Mitchell 自己是握了整個球 不用說 JB走上去設定Pick 是這樣的戰術 Dorovan Mitchell 的Step Back 45度角 3分 不進 怎樣 犯不犯規戰術 JB太球 沒錯 Dorovan Mitchell 就新手 JB上線了 兩分傳中 罰球隊上罰球線 很正常 我已經習慣了 Dorovan Mitchell 拿了兩分 又要犯規戰術 Luca上線 都是沒有炒過的 總分隊這邊已經沒有了所有參考 Dorovan Mitchell 轉身之後 怎麼樣 好像有Double 轉身 再爆 上線 不進 SGA 撥了一下 撥了一下 是撥進了自己的框 這個時候 就算對手 最靠近南框 那個球員 好像是這樣 應該都是計了Dorovan Mitchell 接著繼續犯規戰術 但是罰球隊人如其名 真的很熟悉罰球 再中的 沒有炒過 Dorovan Mitchell 繼續移入 這次的話 就真的沒有必要再下手了 最後變回140-146 第一場是罰球隊贏球 好了 接著我就無意到 拿到賽點的時候 再進行 坦白說 兩隊Bosser太相似了 那個觀感 不是太刺激 罰球隊是3-0-0 就沒有辦法說 這場球收低 就是沒有說是橫掃的 第五場球我們繼續 SIM CASE 拔球隊在主場 手握賽點 去到最後時刻的話 就贏著5分左右 繼續入場 繼續入場 因為接下來那個Vinal 我就不看了 因為差別實在太大 好了 來到現場了 一上來就看到 WANGER還在哪裡 在這裡控課 最後的話 確實是兇了LUKA LUKA LUKA 掉了LUKA 所以LUKA 就命中了3分 拔球隊領先2分 LUKA 就對位LUKA 剛剛LUKA 入足了3分 LUKA 要不要做Answer Ball LUKA全球 SUA的中距離命中 這場球 還在場上 變數多了一點 其他三位球員 LUKA LUKA又射3分 LUKA連入2個3分 三個位置都是一樣 L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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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打LUKA STEP BACK 不入LUKA 還有板 對著Trey Young 就不用再猶豫了 當然 BIN 對著Trey Young 都是選擇全球 L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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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號對著77號 拉出來 再射多個3分 還有沒有呢 再入就連入3個3分球 LUKA LUKA Jason Tatum 全部有點冒險 但是拿回 LUKA 對著LUKA 對著Joelle MB 對著Joelle MB 不入Joelle MB 還有板 是捉到LUKA 的犯規 即是怎樣 打自己的時候 是最硬的 Joelle MB 加罰命中 45.7秒 落後到6分 那 就有點問水了 這場球 好像Mitchell的進攻 又說沒有那麼強 給了Joelle MB 還想飛到什麼 傳出來 LUKA 再射 3分5入 那沒有了 最後的比分 是123 比131 所以這條片的結論 就是 經常可以捉到 可以上到罰球 首先 然後罰球命中 不算太慘劇 的球員 他們組隊 是全聯盟最強的 好了 看到我們當作FMVP 就是自暴哥 19點4分 8點2個版 7點2個助攻 對著正常的球隊 我就不看了 最後 當然奪冠 他拿FMVP 也是夠正常的 其實就是FMVP 沒什麼好說 陳蓉就放在這裡 位置分配平均 所以罰球隊奪冠很正常 好了 今天的視頻到此結束了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點點贊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